热穗香复兴村一栋住家后方的柴房 今天下午2点多左右 不知道何故突然冒出火苗 由于现场堆满木柴 更助长火势猛烈燃烧 在第一时间赶抵现场的救灾防火消防队员 在不到半小时之内就控制住火场 而两位高龄屋主仅受到惊吓 并且无人员伤亡 虽然警消人员已经扑灭火势 不过逃过一劫的高龄屋主任余季尤纯 面对前来关心的县府南区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情绪相当激动 时间推回到一个小时之前 屋主说听见后方啪哩啪啦的怪声音 起身查看 发现木柴房失火了赶紧报警处理 出动复原车主及瑞税车主迅速到达现场 大倒后发现为住宅火警 立即出水线予以压制 顺利于15分钟后扑灭火势 目前是驻两位长者 然后均已顺利逃出 没有人员伤亡 今天下午两点多左右 瑞税香复兴村这一栋住家后方的小柴房 不知何故突然起火燃烧 由于现场堆满了木柴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时间赶抵现场就在灭火的消防队 在不到半小时之内很快就控制火势 两位高龄屋主仅受到惊吓 并无人员伤亡 而至于起火原因 消防火雕科也正深入调查厘清 记者石玉兰瑞税采访报道